帶隊的失敗就等於是我們全隊整個贏隊的失敗 所以每一個小隊似都會很重要 那我們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在很多場景裡面我們就是那個教練 我們就是那個captain 所以我想怎麼凝聚共識 怎麼注重孩子的對我們學員的這個心理的這個狀態 那給予他們適當的指導或者是支持 也許你們自己都還是孩子才來說 超過20歲的有誰 舉手 21歲的 22歲的 11 所以其實你們都還是孩子 所以你們如何讓孩子也可以成長 我想其實是誠心的激勵 誠心的鼓勵 陪伴他們一起走 我想這個就是最好的鼓勵 好 那我想你們是這個營隊最重要的支柱 只要有一個人 我想很多影片其實都已經把這個阐述的很好 只要有一個人受傷 是不是全隊的速度就會變慢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情形 在38度的高溫之下 只要你自己depress 是不是整隊就會跟著depress 這很容易理解 對不對 只要你自己中暑 大家是不是要留下來 是不是要有人留下來照顧你 只要你不舒服 是不是要有人來陪伴你 那請問你 那我們的學員怎麼辦 所以把自己照顧好 是多麼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當你可能覺得自己可能可能不太狀況不太好的時候 不管是physical 或者是mental 都要立刻馬上的讓自己好起來 也許找人談一談 也許找夥伴激勵一下 也許多喝水 That's it 好 把自己保護好 你才有資格去保護別人 才有資格成為別人的支柱 那我們這次會面對兩個大族群 一個是國中 八年級跟九年級 一個是小學 那這兩個族群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人在physical的分野上面 12歲是一個大的一條線 12歲以下跟12歲以上在生理狀態上面會有很大的變化 那我想最有名的就是赫爾濃作祟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的赫爾蒙來得早 有些人的赫爾蒙來得晚 但是不管怎麼說 在偏鄉的孩子 在他們的這個認知裡面 坦白說他們在什麼直覺反應上面 比都市的孩子還來得強烈而且直接 所以不要覺得很shock 那我去年有一個經驗是有很多的這個夥伴 他們常常會在為了同孩子的這個學員的情緒 而有所情緒 其實終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很很純樸的 那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就是他們還非常的比較原始 所以要如何讓他們可以理性的溝通 只有我們用理性的引導他們才有辦法理性的溝通 我想有些人帶著不少團隊你們應該可以感覺 但是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他們就是這麼的純樸 就是這麼的真實 好 所以其實國中的學生就是八年級、九年級的孩子 一般來說他們已經比較有想法 跟我們比較能夠溝通 所以跟他們談理念或談概念是比較可以work的 可是小學生其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尤其是五、六年級的孩子 那個時候體能、勢力還有這個反抗性 都全部集中在一起的時候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告訴他 你應該要怎麼做 或者是你怎麼做會更好 但是當你自己沒有辦法下育他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get help 那在營隊裡面有兩個人你們可以直接找的 一個是Emily隊長 那個營長另外一個你也可以直接來找我 我們可以直接換手來談 不要硬談 那我剛才看到很多失敗的例子是 當孩子有狀況的時候 大哥跟或大姐姐很習慣的就把他拉到一邊 陪他慢慢長談 坦白說那個失敗率是百分之百 那個沒有用的 你知道嗎 尤其是小學生五、六年級的孩子這樣談 他是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所以呢他只能陪你 其實他是陪你做的讓你自己講到開心為之 知道嗎 所以小學生不用談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他願意follow那當然是最好 不願意follow請你就要送交某人 就換手 換手做 我說他不聽那我們就換 換他來 他說他不聽那就直接帶到營長師 這樣 就這麼簡單 三個步驟就要講究可以嗎 不要硬談 那至於國中生我倒覺得 國中生我們需要做好更多的準備 就是你自己要準備好 你身上有沒有口袋 就在你的口袋裡面有沒有一些什麼東西 待會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所以其實國中生雖然在第一時間 比較容易整對 但是事實上你帶對的過程來說 他們是比較需要你花更多心思 而且需要更多技巧的用權 所以呢 有備誤換嗎 隨時準備一些東西 譬如說會魔術的 就請你帶一點魔術 好不好 一些小trick 或者是你會講故事會講笑話的 那個最近那個什麼 Family Market 有在賣那個笑話大權 如果你不建議的話 可以花58塊拿一本放在口袋裡 自己隨時準備個兩個之類的 好不好 那當然說 其實如果你會唱歌那是更好 可不可以跟他們一起來邊行進邊唱歌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隨時把握那種小時間 跟他們建立起關係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重要的是第一印象 你的第一印象是 給這些學員的感覺是什麼 那我在這裡呼籲 我希望我們可以讓他們感覺 我們是帶著滿滿的熱情 到他們的家裡來 所以誰是主人 對不對 是那些孩子才是主人 我們是客人喔 齁 不要反客為主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是主人 我們是客人 所以我們到人家家裡做客要怎麼樣 兩串膠 喔 所以你手上一定要帶點東西去齁 對不對 手上隨時準備著一些東西 那至於這些東西呢 其實你可以利用一些 譬如說你自己弄一些可愛的外號啊 對不對 譬如說秋福很難記嘛 那怎麼記秋福哥哥很難記啊 來可不可以來一點什麼 譬如說現在很流行的一些 時下的一些什麼 有名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Right 自己可以準備一下 然後準備一些聊天的一些題材 很多時候是兩個人坐在一起 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會問說 哥哥你念什麼了 然後我就說我念一 然後你兩個人就沒話題了 可不可以換一點題了 不要這麼嚴重的話 對不對 或者是你可以告訴他 你結果的時候碰到什麼 寫界線長什麼之類的東西 好 引起他們的話 當然來一點小遊戲是最好 隨時口袋裡面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如果那個很會魔術方塊的 各位帶一下來 有沒有 什麼30秒可以解六面的那種 好 所以像其實這樣這一類的小東西 坦白講 對小孩子 對學生來說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五六年級的孩子 我覺得很容易偶像崇拜 我不能說這個好或不好 稍微利用一下是不錯 好不好 所以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說偶像崇拜聽起來是負面 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層面來想說 我們成為他們的good model是更好嗎 當他們認為你可能是我未來的形象的時候 他們是會更容易產生一個自我的動力說 有一天我要像這個姐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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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好 當然我們這次有準備了對歌 但是我希望對呼可不可以 我們自己小組自己產生 吃飯前可以用 吃飯後可以用 行進間可以用 睡覺前可以用 都可以 那其實對呼是很容易產生 這個激勵的效果的 那在這裡我要先呼籲一下 我們在那裡的對呼是 當你覺得很累的時候 只有 好 應該說我們營隊裡面 什麼話都可以說 什麼字都可以用 只有一個字不能用 就是累 但是當你覺得很累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字來替代 就是爽 可以嗎 我今天快累死了 你就要說我今天快爽死了 這樣的話 好 可以嗎 還是我有什麼更好的字可以替代 雖然這個字有點粗魯 但是你在營隊你就會發現 在38度的高溫講起來真的還蠻爽的 這樣 好 那至於對歌 我們有機會多練習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要求是 我們只要凡代對 譬如說 從宿舍到餐廳 請你就 就算是食物你要給我唱對歌 練到手唱到吐為止 這樣可以嗎 從餐廳要到教室去給我唱對歌 從教室帶出要到餐廳給我唱對歌 最好是兩隊交錯的時候 或行進的時候最好對嘎 那我希望可以對歌可以再相信 我們對歌其實真的很好聽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唱到吐 好不好 做夢都要唱對歌 就這樣 有沒有記起來 不戰成的舉手 好 那就是大家都要這麼做 好 那其實 在上課的時候 或是在遊戲的當中 最難做到的其實就是場控 尤其是五六年級的孩子 跟著跟蟲一樣 囉囉嗦 所以其實最好的做法就是 直接到他的隊伍裡面去 那是最好的 好 一起帶動 或者是上課的時間 其實他們可能做不住 你不要站在後面 請你就坐在他們的桌子旁邊 對他們是有絕對的幫助 我想品格音的那個課程更需要這樣 所以你助教應該要做到學員的隊伍裡面去 對他們幫助其實可以很大 那其實位置會增加認同感 我今天站著跟你之間的關係 跟我坐在位置上跟你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在認同在位置在高度的認同上面就會改變 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試試看 當然積極參與是很重要的 所謂積極參與是凡是記得 你在帶隊的時候你是誰 你是隊長嘛對不對 請問你隊長的位置要站在哪裡 永遠是在小隊的最前面 所以走要走在他們前面 站要站在他們前面 聲音要發出發聲要在他們前面 所以永遠聽到第一個聲音一定是你們的聲音 不是他們的聲音 這樣又很難嗎 所以這件事情是你們到營隊之後 每天時時刻每天每時每分每秒時時刻都要提醒自己的 我是隊長我是隊長我是隊長 只要有一個學生在你旁邊你就是隊長 所以我們常看到是當在辦活動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孩子其實少 為數非常的少 大概不會超過10% 會主動參與活動 其他的孩子都會坐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沒有自信 所以這個時候就像那個coach一樣 你可能要講45次 Keep going Go on 你可能要講100次 他們才會敢上台 有時候甚至於要把他呆起來 把他丟在舞台上 我們去年在做那個runway的時候也是這樣 很多孩子其實很想要上台 可是他們不敢 沒有自信 不敢站在人前面 可是你把他丟上去以後 他整個就開花了 他整個就打開了 那這個對他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 對他日後的信心建立有沒有增加 絕對會 這樣可以嗎 所以是你我們要不斷的去鼓勵孩子 不要躲到角落 想辦法把他們push到前面去 去參與我們的活動 參與我們的隊伍 好 所以你也許沒有辦法做到最好 但是你一定可以做到更好 這個可不可以當成 我希望我們把這句話當成是 你我從今天開始以後的作用也可以嗎 那這還有一支小儀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題你不是練好幾遍 笨的喔 我沒有請你 你一支小儀給大家 阿姐 你不想要不要 看你的地方 你不想要不要